香港旅遊要買巴達通嗎? 可以使用電子支付嗎? 以及如何在手機上開通巴達通 這一集通通告訴你 首先介紹香港日常廣泛會用到的巴達通 和台灣的悠遊卡相似 可以搭地鐵、巴士、渡輪、叮叮 食物、飲食、娛樂都可以 巴達通有多種版本 主要可供旅客使用的是 旅客版巴達通和租用版巴達通 旅客巴達通是專為旅客設置的版本 卡片售價港幣39元 他沒有押金 未使用完的餘額可以退回 退回他的卡片等同做fake 你可以留作紀念 在旅遊平台或是香港的超商 跟指定的地點可以購買得到 旅遊版巴達通則適合 巴達通卡公司租用版本 分為成人、小童、長者、三種 押金都是港幣50元 首次儲值得以卡別有所不同 押金在退卡後會退回 如果你是90天內退回 旅遊版巴達通會收手續費的費用 是11塊港幣 可能會有人有問題說 旅遊版巴達通可以不退嗎? 可以不退 但是呢 旅遊版成人巴達通三年內 如果沒有加值或支付 會產生不常用巴達通行政費 大概每年是15塊港幣 旅客如果用實體卡儲值 除了可以在地鐵站的增值機增值之外 也可以在科務中心、超商、麥當勞、惠康這些地方加值 再來怎麼退款呢? 實體巴達通退款可以至任何港鐵科務中心申辦退款 餘額不滿港幣500元 可以即時領取退款 再來是手機版巴達通 覺得用手機支付更方便的可以下載旅客版巴達通 有押金港幣50元 最低儲存額是港幣100元 一樣是90天內辦理退款有11元的手續費 那旅客版的巴達通怎麼下載呢? 示範的是iPhone手機 到App Store搜尋巴達通 會出現好幾個 我們選擇AutoPass for Tourist 這個才是我們需要用到的 下載完登錄之後 我們可以去更改語言 那它裡面的部分 只有英文跟簡體中文 簡體中文還加減看得懂 因為它沒有繁體的 點擊通過Apple登錄 我們要新增一張成人卡 按成人 然後下一步 再來是選擇加值金額 那初次的話選擇加值100港幣就好了 這裡會有一個50塊的押金 它是之後可以退回的 支付方式它可以選擇Visa或Mastercard 再來是選擇貨幣 我們選擇新台幣 然後這裡的匯率很差 建議第一次儲值港幣100塊就好 不要多儲 你之後去現金儲值 儲值之後會出現 將卡片加入Apple Pay 你點擊下一步接著按完成 你就可以使用在iPhone錢包內的巴達通 實體巴達通怎樣轉移到手機上呢? 找錢包的交通卡 找到巴達通 按轉出現有卡片 輸入巴達通墨無碼 接著按照後續的步驟就可以完成 到香港需要買巴達通嗎? 可以只用信用卡或現金嗎? 不可否認香港仍有不少店家只收現金 蠻多還都是觀光客愛去的 備一些現金就可以了 巴達通主要是免去你還要辨識貨幣 或者是你錢包一堆好子 一堆零錢 讓你方便支付節省購票的時間 香港旅遊蠻多人會搭乘天星小輪 如果沒有使用巴達通 就是現場購票機購買 一台是可以電子支付購票 一台是現金換代幣 有巴達通的話是直接刷是最順暢的 搭乘交通工具一定要使用巴達通嗎? 不一定 你也可以使用現金或者是電子支付 港鐵、巴士、丁丁都可以使用電子支付 搭乘香港電車在指定日期之前 使用Visa卡支付車資的話 它是由3元-1元的會比巴達通來的優惠 機場快線也可以用巴達通支付 單程機場到香港站的話是港幣110元 會比現場單程購買115來的話算 這是來不及在旅遊平台購買之下 如果單人的話 直接在旅遊平台購買 如果兩人以上請通通去科務中心購買團體票 會比在旅遊平台購買來的低蠻多的 在9月30之前有個3-5人的限定優惠 3-5人機場快線一口價 比如說他4人 4人團體票的話是1人大概是70塊 有規劃香港旅遊的朋友可以不定期上官網了解一下 說不定有新的優惠方案 總結一下巴達通好不好用呢 巴達通主要是支付的便利性 在搭乘港鐵也有優惠 當然你可以選擇信用卡 但可能他有海外刷卡手續費 就看個人怎麼衡量沒有絕對 這集又到這裡了 喜歡影片的朋友別忘了按讚加訂閱 下次再見 掰掰